盘点十九个难以置信的齐取瞬间 让你感受下不一样的世界 霹雳一声震天响 光芒万丈破仓雄 这一声闪电直接屁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莫非是前面有人在杜劫 还希望倒有能杜劫成功 成就金丹大盗 看到这两块大石头 不难估计出刚才发生了什么 只希望别有人受伤吧 这么大的石头 估计碰到就是个重伤 不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你 注定你今天要付出代价 你这脚踢得挺过瘾的 估计你这半年工资全进去了 都不一定够你赔的 亲 你攀上市了 而且还是大市 露雲一神兽 如果换成你会怎么办 这哥们本以为按下喇叭可以把他吓跑 万万没想到碰到很角色了 不但没跑 还开启了战斗模式 看这神兽的大长腿就干不过 到海边美美的拍一张照片 几乎是每个人必做的一件事 但是能抓拍到这一瞬间 也将是一件难忘的事情 基本上就算故意的都很难办到吧 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后 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名公交车司机发现前面有辆汽车失控 连忙下车帮忙 很干脆利落地钻进了那辆车里 及时控制住了这辆车 真是干得漂亮 其实倒霉的时候 真的不需要任何理由 莫名其妙地就全部掉了下来 把这哥们整得顿时就崩溃了 忙了一上午 直接整了个寂寞 但是伸手好的人 有的时候以外也有可能是他的机会 一不留神解锁了自己身上的隐藏技能 原来自己还是位武林高手 你说你这样对待你家狗子 内心不会痛吗 很认为把你家狗子整得怀疑人生 明明就在眼前为什么就吃不到呢 但是这狗子就是绝将 万一能吃到那不就赚到了吗 一次失误工作人员直接把马路整成了人间仙境 还好及时把阀门关闭了 只是喷在马路上的这些粉末怎么办 老铁门 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位大乙虾游的时候 估计是看到自己的爱车有点脏了 于是拿起加油枪开始各种冲洗 还请各位小伙伴们不要模仿 这大乙是不是以为这加油站和自助餐差不多 不多使用些 感觉不划算 当一个人非常无聊的时候 独自对着手机摄像头开始狂嗨 将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监控记录了下来 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一幕 你会感觉到尴尬吗 有一种人就叫做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 主打的就是一个好奇 这大爷就看看 这个地面下面到底有没有下水道 通过自己的实现 应该可以确定了 这个地方确实不能走 这只狗子为他的主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叼来一只鸭子 看来今天晚上想吃鸭肉呢 就是不知道他的主人能不能理解狗子的用意 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了呼 朋友来了有好水 豺狼来了有扑扑 这个大家伙明显还有些傲娇 非常的不情愿 万万没想到在你这么大的身躯里 还住着一只小可爱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是这个世界发展太快 还是我们跟不上潮流了 请问一下这两位大小姐 您这是在六运斗吗 不得不说老万万的总是那么别出心裁 果然你大爷永远都是你大爷 每一次出手都让人非常的震惊 我虽然坐着轮椅 但仅仅是懒得走而已 并不是腿脚不好 年轻的时候走得多了 到老了就想休息休息 孩子静悄悄 必定在坐腰 当父母的可太难了 一秒钟看不住 孩子就找不到了 估计这宝贝也很无奈 我刚吃一个就被发现了 太倒霉了 这个孩子更加的无奈 蹲守了一下午 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 结果万万没想到 惊喜瞬间变惊呆 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愿时间齐续 都能让你大开眼界